脚后跟疼什么原因怎样治疗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李忠 西安市洪汇医院骨科下肢病区主任医师 脚后跟疼这个原因 你看是青年还是老年还是啥情况 如果青年人主要是他穿鞋呀 这些情况有些喜欢穿高跟的鞋呀 尤其是女童子 这个脚跟后的疼痛 有些引起的是跟剑千维亚的验证 也可以有一些是跟剑周围验 就是他处于摩索状态下 而且穿鞋又不大体 所以说造成了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老年人一般是有骨刺 骨子增生 你看一照片的 脚后跟有个跟鱼钩一样的内衡 就是骨子增生 还有一个就是根骨的一个 跟剑的一个滑囊验 这个所也可以造成的这个脚跟的疼痛 这些疼痛 我们可以做一些理疗呀 按摩呀 还有吃些消炎紫烫药呀 改善生活的一些习惯呀 可能也会治愈的一些这些情况 如果这个脚跟痛 尤其是那个骨刺的治疗办法 还是很多的 这么个化妊娱 词流行 经历生活 谢谢 我们avan